飞可入 怎么样还满意吗 没事 问题不大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更好 至少比我自己现在要更好 愁调 我说了还做什么愁调 他那个类似的伤还没有跑 然后他就选择挑战一个高峰的 像大厨人一样的相比 但你自己的 我对我感觉要断的时候 我看我看我 就在拼你 在拼你 不许停 不许停 你骨子里还有那么一个劲儿 我不管在乎在哪的东西 我都想去克服掉他 就知道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观众 我都想放弃了 我都想放弃了 以前如果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儿 那我会想办法去怎么去把它给避掉 可是现在我们觉得 严强都怼不透我 对吧 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 我会不掉那种全身 然后只是绑住那种温暖 它可以自己半身 就很含糊地把这个项目练完 即使这个项目真的很难去完成 比较小心办法把这个项目做到最后 就是这样 我的那个今天其实是 一个完全没有表演的状态 我都觉得 自己心里过为不去很愧疚 我自动把自己拍到最后一个 好看你放弃 自己觉得没那么厉害 至少我都有努力过 我的青年放弃我 就觉得是ok的 是我最大的能力是准 那应该老师说了吗 是 别说了没说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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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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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小孩有一点隐隐的很痛 太酷了 走路看我方向人家的老狗舍 他们都是咬着我小孩的 就像做梦 也就是说 那次彩排我做完了 一遍成了之后 我就能收工回家睡觉 第二天好好的 把节目表演给大家看 我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呼吁关爱小动物 关爱身边 流量猫流量狗 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开开心情 我也很想你